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 border 去掉颜色的话这样 因为我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的话 我还是把它做高一点 它其实是有标准的尺寸的 除了status bar 就是上面看到电池 信号 时间之类的 下面的touch area是48 然后这个是iPhone 6 然后根据不同的device也有不同的高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在你的手机上截屏 然后大家可以导到屏幕里 看一下它有多高 有些小的屏幕是44 那手手点击的target area 最小的一个touch area 范围是44 所以这个知识大家知道一下 我这里是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 所以我做的大一点 胖一些 所以大家要谨记 我们来一个indigo吧 偏紫蓝色 OK 如果这里的话 这是一个背景啊 背景颜色 然后呢我上面需要写一个 我就写麦子 然后我们把它换成这个bottle 太稠 edu 然后我不想要它 不想要它是黑色的太稠了 然后我希望有一个medium的weight 然后我觉得大写不好看 我觉得我要换成小写 我假设这个是我的nab 然后呢 我想要zoom in 看一下细节 那调到下面来一点 然后这呢我希望有一个overflow overflow的话呢我们之前 教过 我这里做一个反iOS的设计吧 那我希望有三个点横过来的 然后这三个点呢我又希望它是分布均匀的 这个已经很 然后我们把它group一下 group的话是command g 就是g就是group的那个 首字母 好 大家看到没有 但这样一个非常简易的topnap 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要把这群组 群组的话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因为如果你想把它制作成一个simple的话 你还是要把它组成一个群组 然后这个我们把它称为topnap 然后这个我们把它称为topnap 好 然后呢我不想要那个border很丑 然后呢这个是第一个页面 第二个页面呢它又不是这样的结构了 它可能是 它可能是小页面的 3 column 然后下面是一大块文字 这些都是假设 这些都是假设 那我在做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我刚刚是复制了这个artboard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页面如果是detail的话 这个页面是home就是主页 那如果我刚刚复制了这样一个topnap 然后到这里我又做了一个topnap 然后我把下面的内容更改了 然后呢我又要做一个topnap 我大家居中看一下 那我每次都是这样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然后呢当我做到最后一轮的时候 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个颜色 或者是这个字体 那我就必须点这个topnap 然后把它发出来看 然后我觉得哎呀这个颜色有点off 我可能要调成偏蓝色 如果大家录像看不太清楚的话 调一个非常极端的颜色吧 如果我说我要调成橘黄色的话 那我看到之前的所有的artboard 我都要回去用手manually 一张一张一张的改 所以不但辛苦 而且就是很扯淡啊 你这样子的话非常非常不利于设计师的效率 那所以我们这里就要介绍 什么是symbol 那symbol的用处呢其实是一把双刃键 那我告诉大家 我先说一下它的好处 如果我们要在这里运用到我们的symbol的话 我们首先把这些东西都删掉 我们已经不需要了 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刚才我在这个topnap的时候 把它group一下 然后在菜单的左边 在这个放大镜的左边 以及group ngroup的右边中间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tour吧是可以 你可以编辑你自己放进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默认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create symbol 就是创建一个symbol 创建一个符号吧这样说 然后当你点击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东西变了 就这里一个图层 这个group的folder 这样一个文件夹变了 它从刚刚的蓝色变成了紫色 在sketch里面紫色的一个folder 就是告诉你它是一个symbol 右边有一个文本栏 就是一个inspector里面的 它这里写了topnap 而且还是highlight 你可以改变它的名字 你可以自己重新命名 一个名字 然后我就 刚刚我就希望它叫topnap 我还是希望它叫topnap 所以我就不需要改 然后有这个topnap的时候 我复制这个artboard的时候呢 这个topnap我点击进去 进入图层 我希望它改成紫色 大家看到没有 所有的都变成紫色了 我只要改一个 一个都改 它不光光是颜色可以改 字体也可以改 我想把它改成写体的 所有的都写体了 我想把它改成粗写体的 所有的都粗写体了 所以这是一个 当你有一个共同的元素 需要在页面当中 同样的一个thinking的 就是需要同步更新的话 symbol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好用的功能 但是它没有办法退回去 也就是说 当你有些 就是我在这里要说一下 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当有一些设计师 在设计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一些experiments 就是说你要试一下设计 不同的nav不同的导航之类的 你就不太适合用symbol 因为它会同时更改其他元素 你本来就是要用不同的元素 去创造这个nav的话 你还是在这个nav 换句话说 在这个nav 没有确定下final design的时候 就不要用symbol 因为对你来说 没有太多的意义 因为在设计创作过程当中 有太多的不变不定的因素 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的symbol 但是在你做production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你大量的制作页面的时候 symbol是一个能节省时间的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和一个功能 这个在illustrator里面也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是adobe的用户的话 symbol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内容 一模一样的使用方法 而且当你在左上角这个加号这里 有个symbol 这边你刚刚用的topnav 已经储存在里面了 你还可以点击organize symbol 你还可以在这里面改名字啊删除啊 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更改的 还有个功能就是 当你在另外的页面上 比如说我现在在page2 你加入添加symbol 它还是同样的可以过来的 也就是它没有页面的限制 也就是当你create another page 你这个symbol还是可以导进来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它在改变的同时 会改变所有link的那些symbol 所以有时候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用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非常建议大家 还是一样的话 我非常建议大家 在production的时候使用symbol 在设计的过程中 还是希望大家多用不同的元素 来创造出不同的设计方案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是对于symbol这样一个功能 比较好的概括吧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 今天课结束了 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